新的22种药是不是也一并的先让它暂停 暂停完毕了之后我们才能够再开公厅会嘛 你不能够只选择其中的一项 你们不要忘记哦 你们还多增加了22项新的农药哦 我想在这边我们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不要把它倒向是政治倾向 全民的食安问题绝对不是分政党 好不好谢谢 我们都同意各位食安的问题绝对不分党派 那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我从农业县的委员 我们新药只有一种 其他的都是旧药 那不是各位讲的22项 有关系的是128个品项 那要各位委员要知道 三个月就开放一次 那如果你们都要 每三个月都要讲这个 那各位要去看看 现在这128个品项里面 所有的农产品都有关系 那所以我同意说 你们一个月里面要开一个空厅会 把所有大家关心的食安问题一起谈 否则来讲 你每次开放都要开一次 那农民就会受不了 所以我想食安的安全我们都是一致 但是机制上面 国会是 报警委员你可不可以回座 那制度上面 报警委员你可不可以回座 你不是报警委员你可不可以回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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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维持一个稳定可靠 所以我们都愿意公开扣民接受各位 各位你不说办法 北线还没有执行 我拿到了非常多的 来请回座 如果今天我们如果大家不同意 我也认了 但是我待会去执行 没关系这个我们尊重高清委员的质询 我是不是具体建议 就照这个食药署刚刚修正的提案 我们要求他们来做公听会 公听会必须针对所有的这些农药的品项 来做报告 包括救药的淘汰机制 这个在后面陈明文委员也有一个提案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 不分新旧 我们来检视所有的农药残留 甚至我们希望最好都不要使用农药 这个才是终极目标 没有针对哪一个药可以哪一个药不行 我们希望能够这样的处理好不好 那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第一案就照这个修正这样通过 我已经谈了 来第二案